今天事实上 这个美股盘后特斯拉公布了 第一季的财报 那他卖车子反倒没有卖探权 跟这一个交易比特币赚的钱多 不过呢美股股市强强棍 那本周不但是超级财报周 而且呢工房在拜登的加税方案 没有错 我想其实在这个礼拜的整个 拜登公布的这个征税计划当中 的确是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现在其实有一些华尔街的人士 认为说其实如果国会要进行妥协的话 税率可能会落在百分之二十八 那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一次的整个征税 在国会引发的这个激烈辩论 应该也会造成美国股市的 一个激烈动荡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拜登呢他证实说 他的计划要提高了资本利得税 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经济顾问 特别提到大家不要紧张 其实他只会影响到高所得的人 也就是富人税嘛 我们上个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 就在富人税就是你的年收入 有超过一百万以上才有影响 那其他人大家不要紧张嘛 就穷人不要急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是说 每个人都有影响 那另外呢拜登政府呢 也会在提供这个低收入的儿童 每个人三百七十五块的美金 在暑假期间呢有一些参废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拜登政府在他上任之后 不只是要扩大基础建设 包含像是在移转新支付 公共福利的部分 也是在加强扩大支付当中 另外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 相关的美股基金 今年累计流入了一千五百八十二亿 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 那么上个礼拜 单周就流入了39.23亿的美元 连续四个礼拜是高居全球股市的 吸金之冠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所有的资金 全部都流到美国市场当中 那所以就目前看起来呢 在整个征税的工坊当中 好像大家对于美国股市 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 最近起的一个表现 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呢 它是呈现一个多头态势 也是上涨了11.5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指数呢 在这一波反弹的是最重要的主轴 那么也上涨了9.7个百分点 道琼工业指数呢 是今年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 到目前为止也是涨了11个百分点 那另外我们看到跟台湾 就是说跟美国股市联动 最深刻的就是台湾 台股比美股强 对没错 它上涨幅度已经将近快20% 今年还是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那另外我们看到 在其他的亚洲市场当中 那么日经2.5指数 今年以来是上涨了5.8个百分点 那么最近呢 是受到一些疫情相关的影响 所以其实股市有一点点震荡 那我们看到在南韩的部分 这一波呢 其实它的涨幅 其实跟美国股市差不多 今年以来上涨了11.6个百分点 印度的部分呢 最近是上涨了1.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 那当然在疫情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留意 那越南呢 在今年是上涨了10.2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整个亚洲市场当中 大概都上涨 不过最弱势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股市 在今年以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上涨 而且呢 是回撤年限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就目前看起来 整个股市的一个动荡当中 跟美股联动相对比较密切的 都有上涨的行情 再来我们看到 在特斯拉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公布出来 虽然是非常的亮眼 在营收的部分是 年增率高达74% 净利了也创下了新的记录 不过呢 它的股价在盘后下跌了3% 最重要的来源 不是来自于汽车销售的收入 而是来自于 朝比特币的一个价差交易 那如果说它是 按照拜登的逻辑 特斯拉就要被克到 这个资本利得税 起钱税 对就要被克了 所以这个大家特别留意 另外就是说 在整个探权交易的 获利过程当中 也是持续的 去出售探权 不过呢 都没有朝比特币赚的来得多 那未来大家特别留意 所以它卖车的收入 输给朝比特币的价差收入 它卖车没有赚过钱 这也是蛮讽刺的 对 那因为它卖车没有赚过钱 所以它必须要去 另辟新的裁员 现在目前华尔街 比较关注特斯拉的 除了卖车之外 是在它的能源相关的业务 能源 目前在预估是 2025年以前 它的能源相关业务 是要达到 卖车的一个水准 现在目前是 百亿元的一个营收 所以后续特斯拉 大家可以留意能源业务 那另外就是亚马逊的部分 它在周四的时候 有可能会宣布 它要分割股票 那大家其实听一听就好 因为过去这个说法 已经传了一年左右 它都没有做分割 那么分割之后 其实比较有利于 它列入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了 那所以后续呢 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目前在面临到 这一个礼拜 要面临到的是科技财报周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一档科技类股的ETF 也就是QQQ 就是纳斯达克的ETF 它的一个整个表现呢 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弱势 而且呢 是遭逢到资金的一个减码 过去五天就被减码了60亿美金 高达新台币1686亿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它是创下2000年的一个最差的行情 因为今年以来 所有的华尔街都认同说 当疫情受到控制 经济解封之后 资金应该会比较轮动 向于非科技类股的部分 所以呢 其实就是以卖科技 买其他的非科技类股 包含像是金融原物料跟能源 尤其是金融相关的ETF 其实都是受到市场上的资金青睐 在我们看到 在中资赋美IPO的部分 其实在先狂潮 今年是有希望突破70加 再创下历史新高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的流动性是比较充足 因为现在目前 中国大陆的资金在紧缩 要募资的话 对新公司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 在我们看到 就是在脱碳能源的 这些相关的科技的 这个相关的ETF当中 也是受到市场上的青睐 最重要的我们看到 在这个老谢的部分 特别提到 世界新经济有两个最重要的看点 第一个是南韩 它已经超车俄罗斯 成为世界第十大的一个经济体 再来就是越南的发展 它的人均呢 也超越了菲律宾 来到东学排名第六名的一个国家 所以因此后续 在中美的角力之下 在我们的东南亚国协的一个成长机会 还是受到市场上资金的一个青睐 再来 感谢观看